这就是会员吃醋的样子 平时高冷的会员同学看习惯了 肯定很难想象他会对谁吃醋吧 而这天他不请吃醋 还为此特意委托了小五郎去调查 一行人放学回家还在讨论着吃啥 会员拿出手机想要查看哪里有好吃的 结果走着着着原地盯了下来 柯兰一回头就看到了他震惊的表情 这种神态还只有在他看到纠茶的人才会有 柯兰以为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 连忙拿过他的手机查看 上面却显示着两个大大的人民 搞了半天原来是他偶像的绯闻 柯兰这才露出不屑的表情 而当大家都转头看向会员的时候 他已然成了一副欲哭无泪的表情 毕竟看着自己偶像有了对象的确难受 而柯兰再一想冲野杨子就知道小五郎也糟了 果然回到事务所小五郎就是一脸颓废的样子 杨子小姐可算是他的梦中情人 气得他连忙就想关掉电视不想看到他们 看着这么颓废的小五郎小兰支了一招 去调查一下他们的事情不就行了 但小五郎说侦探是不能凭借自己兴趣就去调查的 而恰好又在这个时候会员的声音传了过来 说是要委托小五郎去调查了两人的品行 看着这么强硬态度的会员 两人似乎达成了某种动识 于是就这么顺利的完成了接单 突然是直接无语到了极点 紧接着小五郎就开始在网上搜索着两人的消息 这个时候的小五郎似乎侦探之上还真上线了 经过一份他的专业搜索 还真就找到了小的消息说他们今天会在哪里碰面 于是一群人还正就在某个餐厅找到了他们 真不愧是外语小冷手小五郎 两人则是在一旁偷听着他们聊天 会员则是还在记录着羊子的微笑次数 特别还好奇之前不是才听过他的歌吗 会员则表示早就散干净了 吃醋的女人是这样的吧 此时对方起身要去什么地方 看着两人这么六代亲密的接触 而就在两人无赖该怎么办之时 突然传来了一阵惨叫声 当然还用说那就是不出意外的发生了案件 比呼的一个前辈遭到了杀害 而他们两人则是现场的第一发现人 此时的高木却突然插了一句 一听到这个问题 两人顿时又火冒三丈 都逼问着对方偶像有没有这回事 现场的氛围瞬间就变得奇怪了起来 即使警方已经在调查现场情况 小五郎依旧在质问着比呼绯闻的事 会员也是同样如此 案件什么的他们是完全不感兴趣 还会去附和偶像说的话 不过最后通过春莱的推理 终究还是找出了犯人所在 案件也就因此告破 现在事情又回到了二人的绯闻上面 弄了半天原来两人是来拜访以前的高中老师 比呼解释自己的恋人就是足球 而杨子的则是唱证和演戏 乌辉也终于得到了解除 为了感谢会员为自己找到相关证据 比呼还特意摸了摸会员的头 顿时就让他变得羞涩了起来 看着偶像人这么亲密的接触自己 顿时就脸红得像一个小女生的模样 这还是那个高冷的会员同学吗 即使这天气像要下雨一般 会员依旧是主动要求大家去低球玩 原因就是比呼说到那句想要求他去球队玩 而且他边跑还边听着杨子的歌曲